各位朋友大家好 現在就去到Simon 5的第四題 我們來看看第四題 比較難一點因為A-Level的題目 第一個題目也不太難 它就說這個和這個有什麼反應 但Nitric Acid 一看就知道是OA 金屬是RA 它們在這幅圖也有 它就出NO 我也是說是出Nidrine Monoxide Gas 這個出了藍色的Corpion 是Solution 因為沒有問題 兩隻Half Equation加起來 不懂你自己看Color Print Paper 我想說的就是第二部分 它說這次拿了Reagent Bottle 它就把兩種化學物放到Dropper的玻璃棒 它叫你講Observation Observation是很多的 首先第一個 就是形成了藍色的Corpion 即是Dropper裡面 一開始透明的 變成了Blue Solution 第二樣東西 Anno就是Gas 應該看到Color Gas Bubble 但也不止 這個很特別之處 然後我放大給你看 這樣這裡會慢慢出流汗的 是嗎 這樣呢 鱼呢 就製造了一些氣壓出來的Pleasure 它就會推出了Liquid 我用紅色筆去講 那個Water Level 本來開始在這裡 就是Liquid Level 或者叫做 它就會慢慢掉 可能遲些就會去到這裡 它就會減少 因為有些氣壓在這裡 這裡就會有很多很多Bubble 這些Bubble 其實就是Anno Anno 是一個Cartless的Gas 好嗎 所以其實第三個Observation 很特別的 就是Liquid Level Decrease 就是這堆 就是因為有Anno 產生 但是最特別就是第四 你記得 你記不記得Paper 那裡說Anno 透明的 但是 當你去Tested Mouth 當你接觸到Oxygen 的時候 它就會變成Anno2 就是啡色的 嗯 在這個實驗裡 什麼時候才會接觸到氧氣呢 沒錯 就是當所有的Solution 在Dropper裡面 被人推走了 就是這個Water Level 就是跌到零 簡單來說 整支都是Gas 要湧出來了 這些Anno 因為本身這個Reagent Bottle 這裡是吉的 是AIR 那這些Anno 就會跟Oxygen做法反應 變成啡色的Anno2 這個是我覺得最特別 就是第四個 最特別的Observation 那不如我們看看答案 看看英文怎麼寫 好 那首先第一個 比較淺一點的Observation 就是 Solution 會變成藍色 很簡單 你要解釋一下 因為我形成了Cop2 Iron 或者有時候寫好一點 就是因為Cop2 它就變成Cop2 Iron 然後另一個 就是當裡面所有的Liquid 都在Dropper裡 Push away 然後你才開始看到 瓶裡面有些啡色的氣態 原因就是 剛才Mislau說 因為Anno 終於被你逼到Dropper外 可以接觸到瓶裡面的氧氣 那你就會放在Anno2 那條色在Lox裡也有 而另一個 就是剛才說 因為你接觸到氣態 所以那支Dropper裡面的Liquid Level 都會接觸到跌 我自己覺得這個實驗也挺有趣的 好 那我就問這個實驗 這樣困著它有什麼好處 其實很簡單 因為Anno2很毒 是AirBluetern 那些車子都會排放出來 所以就困住它 是不是 困住了在Vision Bottle 不可以Defuse Air 就是這個 我自己想 就是因為它困住在Dropper裡面 平時Anno 如果你用Test Tube 就告訴你 就是這樣 Anno它會馬上離開 其實你真的看不到Gas Bubble 太快了 但你這樣困住在Dropper裡 反而 你會慢慢看到Anno的Bubble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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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